不说鱼肉也是鱼肉 所以说鱼肉滚会比较大千 鱼类适应力最强的垃圾鱼 也逃不过这一波突如其来的浩劫 瞬间暴毙 在河水的牵引下 鱼狮不断往下游流 侥幸存活的鱼 看起来就像是被下药 在河水中不断翻滚 这回不论大小鱼群都受害 其中已无锅鱼的数量最多 差不多12点半时 民众去家叫我说 整条鱼怎么会这样的鱼 这样弄冰起来 去吃粥了 现在 那时候我头发比医院早上看的时候 我这条鱼的鱼 最没有四头有超级三千斤 但是水一流一流 不知道流下去 卫队下去 鱼很多都在流下去 弄冰不会吃粥水 这种就是 绝对不是吃粥水 还是 又比以前人家的头鱼的同样 整片都这样 用片子下去 这是非常严重 27号中午 里长的议员接获民众反应 大支大牌跟立德大牌的交汇处 靠近南门桥的排沟 河面出现大批雨漆 看起来相当不寻常 第一时间环保局跟地方明代到场会堪 并采集河水做深入检测 避免河水遭到鱼室污染 环保局已经请清洁队打牢处理 而里长也表示 大批的鱼群暴毙景象 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 地方也希望这回环保局 能确实抓出问题的源头 别再让河川生态 再次受到污染摧残 转点在话台中采访不到 好